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恰子烟红开遍 如今都赋予断井退缘 曾经住在布园里那些让查尔斯羡慕不已的人拼命地想要逃出去 却终究挣脱不得 而曾经带着新鲜目光闯进来的人 却也一无所得 故事从十年前的牛津开始 查尔斯还记得他离家前往牛津大学报到的那个早上 父亲仍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肯出来 对查尔斯谈不上冷漠 却很疏离 但对一个母亲早逝的孩子 这就像一堵没有任何出口的墙 所以光是能离家去牛津生活这一点 就足够让查尔斯兴奋的 只不过他内心深处仍期望牛津能给他的更多 秋日的牛津典雅而富有热情 接待查尔斯的是表兄 表兄以一个前辈的身份给查尔斯讲解 在牛津这个遍地贵族子弟的地方 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青年该如何生存 第一 永远要穿西装 不能继续穿斜纹软泥和法兰绒 其次 言行上要谨慎克制 绝不能行差踏错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不能堕落 然而第一天 查尔斯就见识到了贵族子弟堕落的样子 多年以后 查尔斯把这称之为疯狂 却又让人欢喜的宿命 如果他的宿舍不是正好在一楼 如果他的窗户不是正好开着 如果塞巴斯滇不是正好喝醉了 那么他往后的人生或许不会有如此清晰的内疚感 他想 他的世界该是什么样的 是否也如父亲一样 在自己的周遭架起围墙 把自己圈在里面 塞巴斯滇安最久吐在他房间后的第二天 他收到了午餐邀请 他立马把表兄的忠告抛住脑后赴约了 因为他对那个新世界 心向往之 那个叫做弗莱特的家族 他远远望见一个瘦弱的身影 在细致的拨安春淡 旁边椅子上放着一只同样瘦小的泰迪熊 塞巴斯滇安身上有一种女性化的 极致的 年轻的美 但查尔斯知道 第一股寒风吹来的时候 他便会掉落 查尔斯对前一晚的事一点也不恼 此刻他正为这神奇的寄语而兴奋 塞巴斯滇安将拨好的安春淡递给他 自顾自地说 这安春淡是母亲寄来的 言语之间 对查尔斯的兴趣 不亚于查尔斯对他的好奇 查尔斯告诉他 自己读的是历史戏 但真正的理想是做画家 这让他颇为羡慕 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是幸福的 但塞巴斯滇安的上流朋友们对查尔斯可不那么友好 他们故意用问题刁难查尔斯 塞巴斯滇安虽然维护他 但也想听听他的想法 反倒是他自己镇定自若 他说自己为何不喜欢先进的拍摄技术 而喜欢绘画 因绘画即便不完美 却可以表达出瞬间的灵魂 这是照相机做不到的 这番话征服了塞巴斯滇安 他相信这个心系的男人能理解他 从此查尔斯成为了塞巴斯滇安的密友 在校园里除双入对 这段时光是快乐的 塞巴斯滇安说 他希望在每一个他快乐过的地方都买点东西 这样以后他变得又老又丑又痛苦的时候 可以挖出来回忆曾经 而查尔斯则感受到了一种孩童般的快乐 他的童年是孤独的 继而承受丧母之痛 而现在和塞巴斯滇安在一起 抽雪茄 品红酒 他感觉每学会成年人的一个习惯 他反而觉得自己更年轻了些 塞巴斯滇安的家族居住在布莱茨赫德庄园 查尔斯第一次到布莲就爱上了这里 塞巴斯滇安是特意挑家人都不在的时候带查尔斯来的 一听说母亲很快回来 立刻就带查尔斯离开 他说他的家人都太有魅力了 如果查尔斯被他们迷住 就会变成他们的朋友 而不是他塞巴斯滇安的朋友 但查尔斯对布莲恋恋不舍 要求塞巴斯滇安带他参观一下 布莲除了有各种精美的艺术品 还有一个小礼拜堂 弗莱特一家信奉天主教 尤其是塞巴斯滇安的母亲 是极为虔诚的教徒 查尔斯很容易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 哪怕他自己并非天主教徒 也一样可以磕随主辩 查尔斯第二次到布莲是暑假的时候 他收到塞巴斯滇重伤的来信 父亲说既然还能自己署名 想必伤势没有信上暗示的这样重 但查尔斯还是马不停蹄就启程了 他等这个邀请很久了 那个夏天 他在布莲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嬉戏 作画 品酒 夏棋 在葡萄酒的芬芳中 情愫 流转 生疼 直到塞巴斯滇安的母亲回到庄园 侯爵夫人断装威严 更多一层压迫感 她是布莲的最高权利者 她对信仰极为严格 对孩子的教育是必须像她一样信仰上帝 必须遵循上帝的指引 绝不能行差踏错 这样她才会爱他们 侯爵夫人的强势 让丈夫马吉曼侯爵不堪忍受 远走意大利 查尔斯亲眼看到 塞巴斯滇安因犯了会让上帝生气的错误 而在母亲面前痛哭 饭桌上的高压氛围 更是让她多少明白了 塞巴斯滇安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家 塞巴斯滇安所犯的错 是明知同性恋是原罪 却还与男人爱美 查尔斯早就明白塞巴斯滇安对她的心意 两人未说破 她既不拒绝也不回避 安心享受着塞巴斯滇安对她的好 即便侯爵夫人也遇上轻蔑 然而天性让她请归塞巴斯滇安的妹妹 朱利亚 朱利亚的美丽带着几分随性 几分忧愁 她和塞巴斯滇安一样 不喜欢不远 他们身上都带有反叛色彩 她曾开玩笑说 她和塞巴斯滇安是这个家里的异教徒 起初顾忌到塞巴斯滇安 查尔斯还压抑着情感 可是随着兄妹俩到了意大利后 塞巴斯滇安的注意力被父亲分散 查尔斯便越发大胆 朱利亚明白查尔斯眼神中的炙热 她同样对查尔斯有意 但她不愿意背叛塞巴斯滇安 而且仅非天主教徒这一点 她的家族就不可能接受查尔斯 但感情是藏不住的 在那个狂欢夜 查尔斯和朱利亚情不自禁 在月光下拥吻 而塞巴斯滇安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一向冷静的查尔斯有些慌了 她从没打算失去塞巴斯滇安 这个新世界的护航人 塞巴斯滇安静静看着查尔斯 慌乱地解释 她没有听完 对彼此都是不堪 何必呢 查尔斯再见到塞巴斯滇安 是心血七一时 塞巴斯滇安染上了酗酒 曾经她身上那种极致的美 几乎消云了 她不愿再见查尔斯 侯爵夫人却主动找到查尔斯 这个母亲不知道儿子的意大利之情 发生了什么 使她变得如此消极 于是想让查尔斯做她的眼线 查尔斯深知塞巴斯滇安 已经不信任自己 但她还是接受了去不远的邀请 因为她想见到朱利亚 那是她第三次造访不远 先依照侯爵夫人的要求 去看了塞巴斯滇安 此时的塞巴斯滇安 因为酗酒精神很差 银行账户被母亲冻见 她用酒精和烟草 麻痹精神的痛苦 思想却始终清醒着 查尔斯永远觉得不对劲 她钟情塞巴斯滇安的妹妹 受塞巴斯滇安母亲的委托 再次踏入信心念念的不远 她与不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却成了塞巴斯滇安 努力想要逃离的 那个世界的一部分 她的心中突然涌出一股子怜悯 不只对塞巴斯滇安 也对侯爵 朱利亚 甚至侯爵夫人 这家人如此漂亮 住在如此华丽的庄园 她羡慕不已 然而在这华丽的袍子下面 是跳蚤不断 她看着他们都被虚无缥缈的宗教 生生禁锢着 她看着他们流泪 歇斯底里 她想着该把他们都救出来 于是 当塞巴斯滇安向他伸手 要买酒钱的时候 她给了 当晚是朱利亚的生日宴 查尔斯本想与朱利亚再续前缘 却听到了朱利亚订婚的消息 这与她无疑 晴天霹雳 就在这个时候 喝醉的塞巴斯滇安 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宴会上 塞巴斯滇安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她甚至当众说出 查尔斯与妹妹间的私情 侯爵夫人将这笔账 算在了查尔斯头上 她指责查尔斯 不该给塞巴斯滇安钱 说这话的时候 查尔斯感到了满足 她至少为拯救这家子 尽了力 随后 她背下竹克林 她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世界 把心思转回画画上 直到有一天 侯爵夫人来找她 昔日 那个强势的女人 此刻苍白憔悴 她是来找查尔斯帮忙的 塞巴斯滇安去了摩洛哥 她希望查尔斯去把人带回来 因为塞巴斯滇安在乎查尔斯的程度 远超其他人 查尔斯并不相信 自己真能把塞巴斯滇安带回来 但她还是去了 她最后在摩洛哥的医院 见到了塞巴斯滇安 因为酗酒 塞巴斯滇安的身体已经垮了 一生不建议长途旅行 即便可以 塞巴斯滇安也不会回英国 她永远都不想再回去 她放弃了一切 财富 地位 家人 还有查尔斯 在遥远的异国 过朴素而平静的生活 因她知道 她的平静与爱 无法从别人那里获得 如今 她唯一算得上后悔的 就是带查尔斯回不远 查尔斯无言地告别了塞巴斯滇安 一个人回了英国 她知道 那扇她在牛津寻找 并找到的通往迷人花园的矮门 从此关上了 而她终于要回到 平凡生活的阳光下 直到侯爵夫人去世 塞巴斯滇安也没有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她直到死都没想明白 她一心为孩子们着想 为何最后他们都恨她 几年后 查尔斯成为知名画家 娶了她的经纪人 因每个人都认为 她是画家理想的妻子 查尔斯是成功集成上流社会了 但她没有多高兴 在去纽约的轮船上 一抹倩影 唤醒了她 这熟悉的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朱利亚 她没有犹豫 追了上去 相隔今年 容颜未改 他们都已有了新身份 却从未忘记过去那段情 这一次 查尔斯决心要得到朱利亚 而朱利亚决心要挣脱家庭束缚 查尔斯离婚了 和朱利亚在一起了 不惧流言蜚语 触双入对 为了帮朱利亚搞定离婚 她甚至带朱利亚回到不远 如今住这里的是 朱利亚的哥哥布莱德 丈夫雷克斯 若不是为了自由身 朱利亚根本不愿再踏入 这座庄园一步 她恨这里 雷克斯是个精明的商人 当初为了娶朱利亚 临时改信天主角 如今她每天忙着招待政客 寻机发展争彩 朱利亚在外面如何 她并不在意 雷克斯提出 用查尔斯的两幅画 换朱利亚 查尔斯明白雷克斯的用意 此时朱利亚就在门外 听着他们的谈判 查尔斯答应了 她在喷泉边上 找到了情绪崩溃的朱利亚 朱利亚的崩溃 不是因为两个男人的交易 而是因为雷克斯 故意说的那两句话 她是个疯子 以及她不能生孩子 因为一次流产 她失去了生育能力 她觉得这是上帝 对她的惩罚 可是她想不明白 她明明很努力了 按照母亲的要求去做 连婚姻都服从母亲的安排 为什么上帝还要惩罚她 童年时 母亲根植在她脑海中的 那些训斥声 仿佛又回来了 似乎一回到这里 枷锁就自动锁在了身上 这一套信仰的诅咒 并没能唬住查尔斯 她打算尽快带朱利亚离开 然而这个时候 朱利亚的父亲 侯爵回来了 侯爵已时日无多 在最后时刻选择回到不原 恶业归根 儿女们张罗着去请神父来 查尔斯眼睁睁看着朱利亚 回到了她母亲的阵营 她以侯爵不喜欢宗教为由 反对他们请神父 然而他们都不希望 她插手不原的家事 说到底 她依旧是个外人 侯爵发出最后声音的那个早上 神父来了 为侯爵举行临终胜利 也就是最后的忏悔 只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孽 并请求上帝的赦免 死后才不会下地狱 侯爵的子女们 则跪在旁边祈祷 希望侯爵能画个十字 以示悔悟 这一刻 查尔斯清晰地看到 侯爵夫人还活着 她存在于这座庄园的 每一个角落 她活在她儿女的精神里 根深蒂固 她突然有种无力感 觉着她救不了这里的任何人 然而让她震惊的是 侯爵颤巍巍地抬起了手 慢慢地画了一个十字 朱利亚长松一口气 那一瞬间 查尔斯感觉到雪崩 终于发生了 雪崩之后空无一物 她孤身一人 一场孤寂 塞巴斯迪安的赤诚之心 朱利亚的爱情 侯爵夫人的权势 侯爵的反叛 她曾以为这些 犹如精美的易碎品 她想要让他们免于摧残 结果 她只是与他们擦身而过 他们从来不属于她 也不需要她的拯救 她始终是不缘之外的人 连她一向认为 虚无缥缈的信仰 都狠狠地吵弄了她一把 她终究还是离开了不缘 和朱利亚分道扬镳了 几年后战争爆发 她以军官的身份回到这里 弗莱特家族的人已经不在了 这里被军队占领 她突然想起 随塞巴斯迭第一次来不远 车子在马路上转过弯 她第一次见到 这座古老的庄园 见到她那与世隔绝的 幽闭山谷时 心里产生的那种期待 仿佛世上其他一切 都已被遗忘 而这里有属于 她自己的宁静 爱情与美好 如今这般务实人非 都让查尔斯模糊了自己 她不知道她是谁 她的爱 她的恨 以及她心里最深处的欲望 如海市蜃楼 虚无缥缈 但有一种情感 她很清楚 那就是内疚 塞巴斯迭恩是这一切的序幕 而她才是压垮 塞巴斯迭恩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